差不多那我相信丹麥愛爾蘭 是熱門或是應該都不會寫到State吧 這些都只有幾百萬人口而已耶 那我們如果跟柏劉比呢 那我們邦交國呢 柏劉比基隆小多了吧 次長你剛剛要表達 請說 好吧我以為台灣省已經虛極化了所以現在還有台灣就對了 台灣省政府現在在哪裡啊 對啊 結果台灣省政府所在地的南投並沒有放在這裡面去 我也不知道 沒有他們也沒有要更改啦我們只是覺得怪怪的 先好啦就先這樣子好了 不要給他們為難那個等到內政部有審查的時候再來說 好再來16條 修正條文第16條 實照人一本條例 第17條 規定 申請護照加簽者 應填據護照加簽申請書 並檢付相關證明文件 由主管機關或駐外管 管處 查驗後辦理 本條例第17條鎖定護照加簽項目如下 一外文別名加簽 二橋區身份加簽 三其他金主管機關核准之加簽 國內職金片護照加簽或修正項目如下 一外文姓名外文別名之加簽或修正 二橋區身份加簽 三出生地修正 四其他金主管機關核准之加簽或修正 外交及公務護照之職稱 得依前項第四款辦理修正 同一本護照以同一事項申請加簽或修正者以一次為限 護照加簽或修正之戳記由主管機關制定 第二項第二款第三項第二款僑居身份之認定 依僑委員會主管這法會辦理 以上宣讀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沒有就通過 好再來 先行條文第34條刪除 好34條刪除 35 先行條文第35條刪除 35條沒意見好刪除 先行條文第36條刪除 36條刪除沒意見 修正條文第17條本條例第19條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所稱瑕疵 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機器可判讀護照資料閱讀區無法以機器判讀 二所載資料或影像有錯誤 三護照封皮膠膜內液縫線或印刷發生異常現象 前項護照之瑕疵不可規則於遲照人者 一原護照所余效期免費換發護照 主管機關並得將原護照註銷不予發還 以上宣讀 好17條有沒有問題 好沒有的話 就照原來的修正 好再來 先行條文第38條刪除 38條刪除 沒有意見再來 修正條文第18條本條例第20條 所稱護照遺失或滅失 指遺失或滅失未遇 效期護照之情形 護照經申報遺失後 尋獲者 該護照仍視為遺失 以上宣讀 好這個沒意見 沒有的話就 通過再來 先行條文第40條刪除 40條刪除 沒意見 先行條文第41條刪除 41條刪除 沒有意見 修正條文第19條 申請人未依本條例第21條規定補證或到場說明者 除以規定不予核發護照外 鎖繳護照規費不予退還 申請人所繳證件 申請人所繳證件有偽造變造嫌疑者 得佔不予退還 以上宣讀 19條沒意見 好沒有的話就修正 再來 修正條文第20條 鎖外館處受理和 換補發護照之申請 應將護照申請資料傳送至領事事務局代善護照 並於完成發照日當日傳送該局建檔 就地製發無內執晶片護照資料 遺書護照資料應於當日傳送該局註銷 駐外館處應將前校護照申請書證本送至領事事務局建檔 領事事務局應將第一項護照之資料 連同該局和換補發及遺書護照之資料 逐日以電腦連線傳送內政部移民署 以上宣讀 好有沒有意見 沒有的話就同我再來 現行條文第45條刪除 45條沒意見 沒意見好 現行條文第46條刪除 46條刪除 沒意見 修正條文第21條 本條例第24條第二項所稱出事護照 只受理領務案件申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所提據 所提據公查驗之護照 以上宣讀 這條是新增 沒意見好再來 修正條文第22條 本條例第25條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款鎖定情形 指遲照人擅自於護照 增刪圖改或加蓋桌記 並向主管機關駐外管處或其他權責機關行使該護照 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護照已無法回復原狀 二護照可回復原狀 未經要求執照人回復原狀 執照人拒絕回復 前項情形 主管機關或駐外管處 任屬變造護照者 應依本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其非屬變造護照者 應依照同條第2項規定辦理 以上宣讀 好這條是新增 沒意見 再來 修正條文第23條 駐外管處以本條例第26條第1項合法專攻反國護照 除京主管機關同意者外 以合法1個月至3個月效期違憲 以上宣讀 好23條新增 沒意見 再來 修正條文第24條 本條例第35條鎖定項 相關機關取得資料 指領事事務局得經由電腦連結取得下列資料 1內政部國籍變更資料 戶籍資料 國民身份證補 換發資料 2國防部人事縣委員之國軍人員資料 3內政部移民署之入出國資料 以上宣讀 好24條 沒意見 再來 修正條文第25條 以本細則及本條例授權訂定之辦法規定 應繳付之文件為外文者 除英文外 需付中文譯本 其在國外製作 且非在當地國使用者 其外文本及中文譯本 均應經駐外管處驗證 在當地國使用 駐外管處任有必要者 亦同 前項文書在香港澳門製作者 主管機關 駐外管處或行政院在香港澳門 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辦理護照業務 准用前項規定 第1項文書在道路地區製作者 主管機關駐外管處或行政院 在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辦理護照業務 應要求當事人送由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以上宣讀 這一條為什麼弄得那麼複雜 為什麼不直接講陸委會 我們不承認陸委會嗎 報告委員 這是參照那個兩岸條例的用語 文字都是參考兩岸條例 兩岸條例的主管機關是陸委會 護照條例的主管機關是外交部 對那因為兩岸條例提到在港澳社的機構 他是用這樣的文字在表述 那個顧委員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看這一條我反而是在看22條啦 那個22條看起來好像是 對不起喔 因為剛剛很快就唸過去 因為22條好像跟我們那個前面刪除的那一條是 直接病童來一起修正的啦 告訴你 那個 就是 我們的第3條把它修掉以後 他的22條 我們那個那條刪除 刪除 三條的修正然後去規定了一個這個所謂的 護照增山塗改或加蓋塗戳的這樣的規定 然後 然後又加了一個 一個要件說 如果是可以回復原狀 那 遲照人如果拒絕回復的話呢 他就可以把他 應該是把他註銷是不是 對他這樣子他就 他就可以把他註銷啦 註銷 廢紙啦 廢紙又註銷啦 那 那我們如果刪掉前面的 那現在有這個後面這一條 我必須講就是說 如果沒有去追究這個前後 那個 關係的話 這一條會讓人家看不太懂 會讓人家看不太懂 所以我覺得這一條我們是不是也是把它刪除 啊 我們做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 私情細則第22條 它基本上 引的是 它的關係條文應該是條例的第25條 那25條可以註銷護照那一部分喔 那個這個 裡面大概 在第二項 總共規定有 有 七款的一個情況 可以註銷護照 所以 我們外交部是建議說這個條文應該是要保留 因為 其實上 看起來跟第三條被刪除那條 有直接的關係 但它真正對應的條文是 條例的第25條 而不是 私情細則的第3條 我們看起來就是為了 第三條的增列而定了22條嘛 那原來的運作假設沒有問題 第三條的假設把它拿掉 那22條就沒有新增的必要啦 這個 你們現在假設這一款 一定要新增的話 那以後你們到底會不會以說 這一個 就我剛剛質詢的時候 尋答的時候講到的那個 在護照的後面貼著 然後叫他要 要撕掉 如果他不撕掉就 就把它註銷 知道其實今天的那個 一個 尋答裡面已經非常清楚 就是說 委員會的這個看法 我們會遵辦 所以這部分應該 委員不用多慮 我們不會 我們要解釋說這個條文基本上是跟 母法那邊的一個 一個關聯性 但是跟 那個信心記者的第三條我覺得沒有必要 那你舉一個例子給我 在第三條已經拿掉的情況下 也不會以說在護照的封面 貼上貼紙來 來把它註銷 這個護照 那你再舉個 你舉個一個例子給我看看你這一條 你這一個22條 要用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在護照那頁加蓋迪士尼張戳 這個部分可能就涉及到 迪士尼遊樂園的張戳 對 對 或者是他是用鉛筆 或者他用鉛筆在 比如說剛才那個 中委員有提到 他用鉛筆畫上去 但是鉛筆可以把它 把它銷毀 不是銷毀 塗掉的情況底下 事實上就不是用這樣的一個情況 應該是說他的蓄意 是不是刻意 中委員的那個部分是小孩子 那個三歲的小孩子 也沒有這種行為能力 不曉得那個是白紙還是護照 然後護照可恢復原造 就是說他如果上面蓋了一個 比如說 迪士尼樂園的米老鼠 然後你可以把它撕下來 然後就沒有事情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你們就是自己行 行政上面內部處理就好 你把它寫的一個字一個字弄出來 那變成 你們的財良權到底在哪裡 刪掉就好啦 你們就按照你們的 現行的作業做就好了嗎 沒有定也無妨嗎 有困擾嗎 他們看起來有點困擾呢 其實這部分我們是反而給 當事人多一個機會 就是說如果他是可以回復的話 他其實根本不需要去做到 註銷護照的這一段 那如果是可以回復原狀的部分 其實他護照還是可以繼續持用 就不需要用到 我們現在講的第二十二條 他是在規範護照真的是被變更 變造過 不是我們加了貼紙這個意思 譬如說這個護照真的是人頭換了 幹嘛的是不是 不是 偽照文書 那為什麼不是按照偽照文書去處理就好了 還要放到這裡 變成是行政的財閥 然後不是用偽照文書來處理 做製作文書來處理 …妥協一下 你加個字 這 擅置與護照內 擅置於護照內 護照就護照還有護照外跟護照內 剛剛顧委員所提到說 第22條的部分 會不會跟我們剛剛很多委員所提的 那個修正 就是第3條 第三條把它刪除掉 會不會有刪除跟沒刪除 因為你們又在這個地方把它恢復 不是這個樣子是不是 完全不是 是為了辯造護照的時候的懲罰 或者是希望它恢復原狀來使用 那顧委員會堅持嗎 不堅持 顧委員不堅持 好 那不堅持就過了 好 25條的部分 因為能夠辦理護照業務的部分 我們 陸委會在香港那邊 叫做中華旅行社 這個其實是沒關係 你有認證跟指定的團體 我的意思是說為什麼直接講陸委會一定要講的露露燈 對 不好意思 再跟委員報告一次 我們是參照兩岸條例對於港澳的組織 目前文字上的定義就是它的文字就是這樣寫 是參照兩岸條例的文字寫 好吧 你們是參照這寫啦 好了 那個要到內政委員會再表達意見 我一向覺得陸委會應該到外交委員會來報告才對 好 各位沒其他問題 好 再來 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刪除 四十八條刪除 沒意見 沒有齁 好 再來 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上宣讀 好 各位沒意見 沒有齁 好 有關護照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頁宜審查完畢 送交院會審理 請問委員會院會審理前是否需要黨團協商 這裡面只有兩個黨團 民進黨團跟時代力量 要再協商嗎 不需要 不需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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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 包委員我們想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做一個第三條刪除之後 我們是刪除之後整個條文在往 條字要變更嗎 有 我現在就要唸 有關本細則的條次調整授權議事人員處理 願會處理本案時請退拜一位委員做補充說明 還是我 好 那就我吧 顧委員有沒有意見 到院會的時候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是這個貴會的委員 我沒有權到這個 所以還是 我說明 我對不起 我還是講一下那個22條的第一項的第二款 那個文字還是要稍微改一下 你那個護照可恢復原狀為今 這個講法有點不對 你應該其實是 正確的法條 一般的法律用應該是 護照可恢復原狀者 今要求持照人恢復原狀 遲照人拒絕回復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你這樣子寫怪怪的 應該是兩種情形 一種叫做可 以無法回復原狀 這是一種情形 第二種你應該是寫護照可恢復原狀者 今要求 不然的話你那個 我剛剛文字斷起來怪怪的 那個 唯拿掉就對了是嗎 然後前面加一個 折照可恢復原狀者 對 就是這個情形 今要求 今要求持照人回復原狀 持照人拒絕回復 這樣 這應該還好吧 好 那外交問我們意見 好 各位沒意見 沒有了 好 那我們散會 不好意思啊 讓大家餓肚子餓這麼久 我們外交委員會連便當不夠 有有有 有便當是嗎 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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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